最近我们响应丰容团契的引导 在今年传统教会流行的四旬节默想操练中 使用这四十天的节旗进行灵性排毒 相应的弟兄姐妹一同采用一本书名叫灵性排毒 跟着进城自己在家操练默想 每周与祷告同伴来分享心得 这本书绝不受限于旨在四旬节做默想使用 而是可以时常重复使用的道具 是一个更深精力自我在季度里更新变化的引导 让人的灵魂得进化与得滋养 为鼓励有兴趣的朋友能更好地使用此书 我尝试在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些在暗书默想时会面对的一些难题 挑战与变通的方法 帮助大家不致受挫而放弃 能更有效地坚持着去面对书中的各项排毒主题 做出默想思索与祈祷的操练 四旬节是教会传统里在复活节前四十天 以圣徽日为启动而开始的四十天的默想祈祷 圣徒一方面默想主耶稣的受难 受死以及复活 省察并舍去个人生命中的瑕疵 借着属灵的操练 如祷告、进食与默想神的话等等 与主经历同死同复活的过程 同时也学习分享主耶稣所赐的生命 与信徒一同准备和期待复活节的来临 圣徽日使用地带至下七章十三到十四节的经文 为回转向神的起步 那经文说 我若使天必塞不下雨 或使蝗虫吃着地的出产 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逼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在你打开书本 尝试了一周的独处 灵性排毒后 你对上述的经文有共鸣吗 还是发现自己 吵吵地做了些表面的理性分析 写出一些不必深思的答案 情绪也放不起什么波澜 神在上述的经文告诉我 要经历真正的有效的排毒过程 我们会经历一些哭泣 悲哀 撕裂心肠的激烈情绪反应 你是否做好心理准备 去认真接收这灵性排毒的挑战 敞开自己内心深处的病毒 去让神光照 并等待和期盼内在的复活呢 在四行节的默想中 圣徒要问自己 在我的生活中 使我远离了神的是什么 如何让我找回归回神的路 灵性排毒者书的作者 威力三松 是为资深的带领 毕竟做灵修佛导 帮助人在灵性方面成长的神诗 这本书近年很受推崇 对帮助信徒脱离精神疾病的困扰 重新获得信任 希望与爱的能力 起到很大的作用 信徒可以跟着书中进程的指导 自己在家里默想操练 我建议大家用笔记本 写下灵修与排毒的杂技 每周与祷告同伴来分享心得 灵性排毒祈祷 灵性排毒祈祷的前提 可以参考两处的经文 一是以夫所书一章三到四节 那里说 愿送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夫妻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第二处经文是 箴言四章二十八节 这里说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生命的泉源由心发出 排毒的前提 就是为了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和要保守你心 净化不被罪的污染 我们来看看排毒的定义 灵性排毒祈祷 是净化和滋养灵魂的祈祷 是一种清除罪恶和消极情绪 以健康的思想来喂养身心的过程 灵性排毒 可使我们免受精神疾病的困扰 重新获得信任 信任希望与爱的能力 在排毒中 我们必须知道两件事 第一 我们只需要在神面前放松 不是强迫自己努力去达到某种属灵境界 我们只是选择进入神恩典与爱的土壤 让神的灵滋润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被动的 主动引领做工的是神自己 四篇四十六篇十节说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遵从 在遍地上也被遵从 第二个虚知 就是在操念过程中 我们要用神爱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不是自我批判 让自己陷入自责与羞愧中 灵性排毒是一个让生命转化的机会 让神复活的大能 来帮助我们走上朝向神 生命更新之路 那我们要如何使用灵性排毒这书呢 书中每天采用一些配合当天排毒主题的经文 来帮助你听取神的话 我建议大家先灵修 然后排毒 加起来所需用的时间 大概是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若有需要 分开两个时段来进行也是可以的 在这里 我向大家提供一个用心灵去聆听圣言的方法 叫圣言心导 大家可以到油管上隐秘的生命施工网页 找出圣言心导的视频引导来操练 在做圣言心导之前 我们要先做安静的准备 就是安静专注在圣灵的同在中 出意排除心头的打扰和焦虑 圣言心导有四个步骤 第一就是诵读 诵读当天 书本采用的经文依次 尽量不用头脑去做理性分析 要用心灵去领受经文的信息 第二次诵读经文时 选出聆听时触动你的字或句做反思 把它们抄写下来 思想这些字或句为你带来什么情绪 他们与你近日生活的处境有关吗 聆听一下神对你说了些什么 第三次在诵读经文时 你要向神的邀请做出回应 与神对话 也可以用你的神圣的想象 观看你与主的互动 四 安息 第四次诵读经文后 要放下一切字句和经文所带来的思想 安息沉浸在神爱的同在中 自己跟着书本 去做灵性排读 有时会遇到困难与挑战 以下是我自己解决困难的一些心得 在这儿与大家分享做参考 第一 我建议大家阅读书本当天的解读讲解 跟从书本的指引去默想 如果当天排读有很多个项目 不用一一去追随 它们仅是作者的提示 帮助你做出当天排读的主题选择 我建议大家 把当天所有的项目看过一遍后 选出最引起你注意的几个项目去思想 五个六个就很够了 我举个例子 在第四天为心灵医治祈祷 作者使用的心灵伤痛导文很长 我快速地读了一遍后 找出适合自己的六个导文 用祷告的心去朗读 同时默想那选出的六个心灵伤痛 并同时向神写出自己的导文 对神申诉和向神祈求 第二 假如在那一天的排读内容上 你感到不够清晰 感觉有点混乱或重叠 你是可以自由地按心中的感动 去做调整的 因为排读的过程不是要如何正确地跟从指引 而是要遇见神 专注在他的同在和对语中 神安人的需要和程度与人会谈 不会受书本框架的约束 你要相信圣灵的引导 保持在过程中 进入自在的意识流动中 例如 在第五天的清新沐浴步骤中 要真能经历沐浴带来的属灵效果 操念者需要先花不少时间 去熟诗书中的交托岛文 让岛文成为肺腑之言 进入心灵的深处 然后才能跟着书中的引导去沐浴 来经历那灵性污秽被洗涤的轻松愉快感 我的感动是把沐浴之事留在日后去经历 当天只求主帮助我先消化那份交托岛文 我把二十四项当中的交托分类为十一项 其中一项我命名为 交出负面情绪以交换正面情绪的蜕变 我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如恐惧 沮与与沮与沮与沮与伤 最幸、痛苦、操控的欲望 都放在这被我命名的项目中 我用自己的话向主说出 我这十一项的分类交托 尤其把所需的正面交换恩宠 列出在我负面情绪描述的后面 就如把恐惧换勇气 沮丧换盼望 自我中心换博爱等等 经过书写 我的交托导文 就能更深进入我的心灵深处 若能把导文背诵起来 再找机会去做一次清新沐浴 相信那一定会有很深的灵力施放感 第三点 以更多的时间去完成 你就不必有罪恶感 顺着内心的渴望去做就好了 有时 要注意的 能够面对自己的情感 无需为应付操练 而草草跟随作者的提议去做 以表示自己愿意顺服去成长 其实 这正是你让圣灵帮助你 了解自己的时刻 神用爱的眼光看你 要帮助你意识你救造生命中的欠缺 在你同心该有却未被肯定的身份 与生命价值中 用他神圣的父爱去亲自肯定你 你在当下若感到内心出现什么反抗和呐喊 可以诚实地向神申诉 他高兴你愿意真实地面对你自己内心的苦情 举个例 在第六天清除内心的傲气中 我发现我无法全面使用作者的谦卑岛文 因为当中有很多岛层刚好与我内心的渴求 矛盾相冲 我又跟随作者的岛文去向神祈祷 会觉得自己很虚伟 我于是在每个矛盾之处向神述说 为什么我现在做不出作者那样的祷告 我内心如何需要神来安抚我 如同安抚一个无知的幼童 在我童年时 无法得着的 应该得着的生命肯定 我求神亲自来满足我那些核心可求 帮助我在自贬与自傲中得着一个平衡 我于是在这天的傲气排毒启发中 向神写出我需要神什么恩宠来整全 我的生命 让我觉得自己不是破烂被贬低的族类 以回答当日耶稣向到他面前求助之人的提问 你想我为你做什么 而不是求主把我从傲气中释放 这是面对排毒挑战的一种变通案例 在这灵性排毒期间 大家可能会经历到超出我上述的挑战 当祷告同伴每周在一起分享时 圣灵会在小组当中 做出引领和安抚与鼓励 我们最低的要求是养成灵修灵命醒茶 与写杂记的习惯 不要求做得多好 只希望到神面前的心态能转换 从专注在个人忙碌的生活中 转向意识神在旁边观看的心态 从责任式的灵修心态 转换到欢然与神相会谈心的灵修时光 从因为服侍神而冷落 主在旁等候的宗教义务心态 转换到每天想念神 并可目与主联合的情怀中 我们希望大家绝对同行 互相扶持 把这排毒操练 坚持下去 利用四旬节这期间 去建立起一个新的灵修习惯 让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三一神 求你主动来洁净我和小祖的每位同伴 若有任何不能荣耀神之处 求神显灵 让我们能一起在神面前自卑 洁净与悔改 我们不想跑在神的前头 我们等候主的意愿 来配合这期间的灵性排毒 主啊 请你赐下属灵的福气和能力 充满于我个人和小祖宗 让神的能力运行在我们当中 使我们能经历神的丰富和信实 看到神的荣耀 感恩神今天的同在与赐福 靠着主的恩典 愿我们时常被吸引 来到主的面光中 为主洁净 奉耶稣基督的名气请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